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帝君的心思 凤九却是半点都不晓得的 只是每日里对着不同样的菜肴 默默的奋战 到最后 在无比怨念的对着帝君撒娇 只说帝君是在将自己当猪养 对于凤九的怨念 帝君也是知道的 只不过吗 对于仲林这样的安排 心中倒是非常之满意 孕妇吗 就是要吃的才好 尤其凤九这种 全身上下就没脊俩肉的 要怎么才能养出来 猪圆玉润的感觉 嗯 倒不是说凤九身材不好 就是因为太好了 经常让自己忘记她是个孕妇 这样很不好 如果能把次家夫人养得圆润一些 那手感大约又不一样了吧 帝君想着想着 自序竟然不知不觉跑得有些偏 但他反应过来 自己一只手 已经在凤九背上走了一大圈 让凤九很是尴尬 嗯 父君 你在摸什么 我这还吃着饭呢 凤九吃了一口青菜 有些莫名 实在是帝君方才抚摸的手法 太像在揉某种圆润可爱的小动物 凤九没法忽略 那样轻柔缓慢的节奏 一度让他怀疑 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陷了原声 赶紧低头将自己周身看了个遍 就更闷闷了 只是 不等他闷闷完 回过神来的帝君 但是半点被抓包的感觉都没有 头也不抬地表示 嗯 手感不错 若是再圆润一些 揉起来就更好了 嗯 所以 帝君这是真把自己想象成了原声九尾狐狸不成 凤九心中富匪 帝君这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倒是挺可以 就自己现在的样子 手感哪有小狐狸可爱 还如狐狸呢 明明罗的是人好不 不过 对于自己的皮毛 凤九向来也是引以为傲的 手感好 那是必须得 凤九在心中思量了一圈 幻赏 不然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帝君方才说什么来着 朱元玉润 不行不行 自己才不要被养成猪呢 尤其自己身上好歹还有着四海八荒第二角色的名头呢 还不要变胖呢 这样 岂不是要赚了青秋的名头 所以 凤九抬起头 对着帝君不满地哼了几声 看着自家小狐狸对着自己哼哼 帝君先是愣了愣 后来 大约是洞察到了小狐狸的心态 于是 透了过去 将手指在凤九鼻头点了一点 轻声道 乖乖吃饭 我家夫人什么时候都是最美的 可那不一样 凤九向着帝君瞪了一眼 我不要当一头猪 话音刚落 便听得帝君很是轻声地笑了起来 夫人果然变笨了 你本来就当不了猪啊 夫人莫不是忘了 你自己明明就是一只九尾狐狸 夫人若是想成为一头猪 这辈子 约摸是没有机会了 你才笨呢 再说了 我如今这样都是因为谁 凤九难得呛了回去 结果发现 果然 还是这话好用 帝君一听 立马就变乖了 老老实实地做好 很是真诚地说了一句 夫人辛苦 知道我辛苦就好 凤九绝了绝嘴 我知道你为我好 但是 我也不想吃得变了型 所以 你得让我多运动运动 嗯 不许反悔的那种 自是怕帝君反对一般 凤九加上了最后那句 运动 嗯 夫人这是责怪为夫同女运动的少了 既是这般 那 凤九才听了一半就知道不好 帝君这个人啊 推坏 明明自己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非要往歪了带 哼 调戏自己很有意思吗 凤九想了想 大了胆子 将双手放到帝君嘴旁 拍了拍 而后 往两边扯了开去 夫人 哼 闭嘴 哼 凤九从来不是个安静的性子 在发现自己果然无所事事之后 便想着尽量找些事情来做 毕竟 既然回到了九重天 好歹还是要在这待上一些时日 虽然比不得青秋舒服自在 但至少 这太成功 也算是自己同帝君的家 为自己的小家做点事情 凤九还是挺乐意 因此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凤九要么喂了几趟鱼 要么再剪了剪花枝 要么在花谱浇了浇水 要么 尝了尝稍微矮点的质压下面 吃下来的果实 当然 未免帝君操心 这些事情 他都是悄悄进行 然而 这些事情虽小 但占用的时间毕竟有限 所以 凤九想了想 看来 要不无聊 还是得出了太成功的大门 九重天虽大 但真论起去处 还是总共就那么几个 凤九觉得自己一向是个孝顺的人 于是 最先去往的 便是姑姑的一览芳华 说来也巧 今日正逢秀墓 太子叶华竟然也在 当然 这是凤九始料未及的 彼时 凤九还同往常一样 隔着老远便换了姑姑 脚下飞快的便要推门而入 只是 咦 怎么推不动 凤九走得急 并未察觉一览芳华之外 竟然连一个伺候的纤额也没有 只是纳了闷 心到莫不是一览芳华的大门出了故障 心下狐疑 凤九又将力气加了几分 然而 依然没有什么进展 处在韵傻中的凤九 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 将店门覆又拍了好多次 大了声音连叫了几声姑姑 又将耳朵覆在门上 听了听 最后 得出来一个结论 大约 姑姑今日外出未归 心下有些遗憾 便要离去 只不过 刚一转身 似乎有轻微的响动自电内传来 凤九愣了愣 这才后知后觉 店门上应该是被设下了结界 咦 姑姑的房中怎么会有结界 我记得以前每次过来 似乎都是没有的啊 凤九有些纳闷 却说店门里边 因夜华君男的胸目 便缠了白浅于床上纠缠 不期二人正如交似妻 缠绵不已 不听的凤九声音 白浅瞬间一派亲民 为了夜华便要下床 自然 夜华君哪能乐意 大手一挥 又加固了几道结界 到底还是白浅面包 想到自己毕竟当了长辈的身份 这大白天的 还是稳重些好 又怕凤九听见里边动静 压抑得很是辛苦 所以 被缴了好事的夜华君怨念不已 但又顾及白浅颜面 十二万分不情愿之下 终究还是将结界撤了去 凤九转身欲走 脚下方才迈出两步 余光便瞥见了一抹小小的衣角 凤九转了转眼珠子 小阿里 别躲了 我都看见你了 果然 天孙殿下从转角处跑了过来 看了眼他的凤九姐姐 有些无辜 来 怎么了 大白天的你躲什么 凤九问 就见小阿里指了指一揽方华的门 神情奄奄 还不是要躲呢 凤九姐姐我给你说 我夫君实在是太无耻了 以前吧 每夜都在门上下结界 害我老是不能进去找娘亲也就罢了 最近 居然连白日里都要不下结界 这样 我一天到晚可都见不到娘亲了 你说 我夫君他凭什么霸着娘亲不放啊 我可是他亲生的儿子 嗯 凤九算是明白了 自家姑父同姑姑此时怕是有些少儿不宜 可凤九总觉得似乎哪里有些不对 自家姑父一向手里克制 又怎么会在白日里拉了姑姑亲热 阿里似乎知道凤九所想 拉了拉凤九 给了一个无奈的眼神 凤九姐姐 还不都怪你家帝君哥哥 嗯 不对 姐夫 小阿里 这是从何说起 凤九好奇 我那日无意听娘亲说起 说姐夫最是厚脸皮 动不动就玩轻轻抱抱 然后 我夫君听到了 他觉得像姐夫这样的神仙都能随心所欲 自己这么个太子偶尔还是可以不用那么克制 所以啊 现在连我都见不到娘亲了 说到底 还是被姐夫带坏了 嗯 凤九不知该做何表情 脑中忽然就想到 天君生辰那日的帝君同自己 心下一热 竟连招呼都没同阿里打 通通逃了出去 不留阿里的控诉 以及一门之隔 才将衣服穿好的两人面面相去 青秋冬荒凤中黄 眉间睡未雨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枝 再续前缘第54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一世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